各位杭州SPARC战队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杭州SPARC战队的总监督龙多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杭州SPARC战队在整个二阶段的比赛 已经画上了一个相对不错的句号 那么在这里我也给大家简单的 回顾一下二阶段 展望一下三阶段 相信看了我们最后一场比赛的 粉丝们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为什么杭州SPARC能够这么的投铁 用303来对抗震动队的303 我觉得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必要的解答 有一些客观因素也有一些主观因素在里面 首先呢我们在整个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对于303这套战术体系的磨合磨练锤练 都是非常多的 那么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所以这是一个基础 那么其次呢在整个纵观联赛体系当中 各家俱乐部对于当前版本的游戏理解来看 303体系都是一个非常强劲的 最拿得出手的体系 其次呢在经历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成绩的上升以后 我们也取得了一些连胜 那整个团队的士气是非常非常高昂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种高昂的士气 来对抗震动队和震动队有一个303和303之间的对抗 用303来解决震动队303的问题 那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点这个参考的因素在里头 我们在赛前看了上海龙之队和震动队的比赛 上海龙之队也拿到了黑影体系 也拿到了以法拉为主的多C体系 来对抗震动队的303体系 不得不说上海龙之队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那么他们对于黑影体系也好 这个多C体系也好 他们的游戏理解战术执行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差强人意 没有能够战胜震动队的303 再加上那一点这个特殊原因 我们在结束了和伦敦队的比赛以后 只有一天的时间作为调整 然后紧接着就要面对震动队 所以在时间上面也不太允许 所以最终我们综合考虑 还是使用303这套体系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二阶段的表现 从我们整个团队的理解来看 对于二阶段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满意的 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在二阶段的过程当中 我们选定了以七个人为核心班底的 这么样一套人员阵容 第二个是在二阶段的过程当中 我们取得了一个比较欣慰的成绩 比较不错的成绩 顺利的进入了复赛阶段 同时能够在复赛阶段当中 战胜了未冕冠军 拿到了四强 当然了在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令我们还有一点相对比较满意的是 我们只输给了两支队伍 一个是泰坦队 一个就是震动队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点遗憾的是 我们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自己和联赛体系当中 顶级强队的那种实力差距 所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用更加勤奋的训练 更加严格的管理 更加多样的战术体系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调整 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同时呢 拉近和顶级强队之间的距离 甚至能够追平他们 赶超他们 最后呢 和大家来展望一下未来 展望一下三阶段 在二阶段和三阶段之间呢 我们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作为休赛期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选手会去参加全明星 有选手会回到家乡去探亲 给自己做一个调整和休息 随后呢 我们会很快地回到洛杉矶的基地 然后投入到紧张的备战训练当中 来制定新的战术体系 来这个重新的进行赛前的一些调整 争取在三阶段的时候 取得更好的成绩 当然了 还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消息是 这个我们在三阶段的过程当中 整个赛程是相对有利的 相对而已 比较轻松 希望在三阶段的时候 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吧 当然了 我们的好成绩 离不开你的支持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 Fighting 现在我们发现了一个房子 因为我们的好成绩 应该是我